一二三 小猫有没有很可爱 有 我想把它抱抱 怎么可能 这么大一只 台北市松山区的幸福农场里面 出现了一只大猫熊 让小朋友们好开心 抢着和猫熊一起拍照 不过这只猫熊怎么看起来好面熟 原来是去年 台北市政府举办 1600猫熊世界之旅在台北 活动中特别制作的大猫熊装置艺术 那这个活动在7年12月中 就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也去跟主办单位 这个主办单位 一家民间的公司 那经过他同意 那也希望他就把这八只 有关于黑熊跟猫熊送给我们 那我们觉得摆在公园 或者是摆在这个 我们的开心农场 幸福农场 跟地景结合 那里长也在不反对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做了这个动作 那我们希望这些 就是我们的李林 这些朋友到公园来 或者是小朋友到公园来 或者是到开心农场 幸福农场来 能够跟这些大的猫熊 跟黑熊来做一个拍照 而在松山区东荣里的开心农场 也有一只猫熊 和一只台湾黑熊 里长还特别加入几个人形立牌 让开心农场景观更加丰富可爱 小朋友啊 有时候是阿公带着孙子 有的是父母亲带着小朋友来拍照 那我今天又特别又加了六个人形立牌 就觉得比较身具比较活泼一点 你看到有桂花 有那个仙丹 都是从别的地方 我从我们后巷那边移过来的树 那希望说在这边能够让我们的市民 除了观赏这个植物以外 然后也可以来这边当一个休闲的地方 双手 叫双手 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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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双手 脚呢 脚在哪里 对 这脚 脚在这里 松山区公所表示 六只猫熊和两只台湾黑熊 除了分布在幸福农场和开心农场之外 富士里的宁安公园 民有里的民有二号公园 美人里的美人二号公园 以及安平里的宝青公园 都有大猫熊的踪跡 万一民众经常来松山区游玩 寻找猫熊和台湾黑熊的踪跡 记者许超雄 台北报导 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价换装金2000元哦 比比BB比较好